这个用法,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几个功能,有十个功能 这边是测单头,这边测双头,这个功能是可以切换的 然后我这个打到两星无机信,这边有时间测试 跟电阻,电阻电阻还有漏电流设置 都可以根据这个来测试 正常我们设置漏电流1.0 设置时间,有些客户设置快点也慢一点,这个可以选择 接远点7兆 然后内压,内压无线打到2.5 外压3千伏 然后这边有个长度,我们把这张线插上来 我们先把长度调到0 这里有一个脚踏自动,打到左边 如果不大熟悉的时候,你用脚踏,熟悉之后打到自动 然后这里有一个百分表,百分表就是测长度的,可以调长度,线长短 然后在节远短路的时候它有提示,这个一般平时是不会动的 这就是内高压外高压,可以调的 然后这里是外高压,这个就是技术,可可技术,不良技术 如果有不良,对应的只是灯,它就会停在哪里 它是往前面往后面测,如果是单头的话,就从这里开始 火线跟零线,如果这里节远不良,它就停在这里 哪一个不良,就是停在哪里,灯 好,我们现在测一下单头,就这个线啊,我们先以这个线为整 然后插上来之后,啊,现在是不动的了 然后我们就是,比如以这个这一批线,这个线为长度啊 然后你在这里调到百分之百 这是两芯啊,两芯如果OK,它就会弹出来 好,然后有点无极啊,有点有极,就是尾巴点在里的啊 点,我试一下吧 拿一个这个,这个有带光子,这种只有一个头的这种线 测一下两芯啊,两芯,这点有极点无极啊 我们打点有极吧,就分极限 啊